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别人参考你之前的一个荧幕形象 觉得你可以演这个 那好 为了我的项目安全 你可以来演 所以大多数我们都会再重复 上一个角色的塑造 那当我接到这个邀约的时候 我内心是非常欢喜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演过一个村妇的形象 尤其是这种跟我外貌反差比较大的 一个泼辣的形象 那我想错过这个村 我肯定就没有这个店了 这个赵丽花的角色 我一定要拿下 我根据组申请了 我要到乡下去体验生活 就真正的到老乡家里面 跟他们一起吃饭 然后一起劳作 所以我的生活还挺丰富多彩的 我在老乡家 跟他们一起在梯田里面去割菜 有小白菜 然后还有拔萝卜 他们非常热情 然后那种 那种好客和善意 是发自内心的 他们不会觉得说 你来的是给我添了麻烦 然后非常认真的去教你 这个东西应该这样做 然后那个菜应该那样挂 就很像自己生活中的亲人 就没有那种陌生感 然后我也把他们的这种性格 其实运用在我塑造的角色里面 所以大家看到赵丽花 她会是一个说话很直接 但是她是饱还善意的 这样一个人物形象 当你看我的粉底 要不要颜色再深一点 要深 你要比他们多深 我要再深 你要深一点 由于她长期劳作 那我想皮肤上 应该她是颜色比较深的 所以我当时 直接跟化妆师要求 我说我要用男生的粉底色号 我说甚至我要比他们还要重 打完这种颜色重的粉底之后 我还要再让她用那个喷腔 给我喷很多这种小的斑斑点点在脸上 我觉得这个对我人物塑造上 是有帮助的 首先我相信了 观众才能相信 她这个头发现在可能是剪得太齐了 稍微冲天的时候 你里边穿素一点 泡一块 这个一朝好光 以后摘出来亮 很阳老的那样的东西 然后我们在一起探寻说 梨花嫂子不能让她太丑 那她又是追寻美的 说那怎么弄 我们后来给她设计了满头小卷发 这个效果超级好 这发型够潮的呀 不许开我玩笑 我在现场开玩笑的时候 我说我把我这辈子的坡都撒完了 我没有什么负担 因为对我来说 我的嗨点在于 我搜索完这个形象 大家都很认可 她说你演太棒了 表演能力太强了 你演技真好 这个是我我的嗨点 别忘了给嫂子一个大大的赞 赵梨花是个人才啊 我跟你说 我现在分身都是劲 梨花嫂子给我 人生上最大的帮助就是 我觉得像她那样 做一个直率的人 勇敢的人 真诚的人 是会获得幸福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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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